棒棒的 我只想问一下 你化个妆那么多事是为什么 其实我就故意要弄他 因为他特别喜欢打游戏 就是为了让他 为了他好 对 不要老坐在电脑前 要离开一下 夫妻间要有多一点的互动 不然就会冷淡掉 刚才前锋说 小杰现在是叫袁 袁顺太 袁顺太 什么都顺着太太 真的就是没有在你面前 发过任何的 发过火 对 他就控制自己 控制得特别好 他觉得不要去跟女生计较这些 而且他非常清楚说 女生生气的时候 你跟他讲道理没有意义 其实女生在意的是态度 而不是对错 他有什么哄你的绝招 有啊 就第一时间就认错 就先软下来 前前你是怎么把这个小杰 就训练成这个样子 就是我在日常 就会一直跟他灌输这个概念 就是为什么要做到 不要跟女生讲道理 就是因为我们 让我们的家庭更和谐 更快速地解决吵架 这件事情 要往哪方面去发展 对 我们都是因为 那等会儿一般问你句话 等会儿问你句话 哦 没有一个讲道理的女生吗 没有一个讲道理的女生吗 你听见没有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不是 其实我们讲道理的 就是不讲道理 倒成真理了对不对 倒成真理了对不对 我们这些女生都很讲道理的 只是女生是感性动物 她们讲她们的道理 你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 男生是理性动物 所以在吵架的时候 第一时间先别讲道理 你看 先用哄 你要知道一条真理 女生想跟你讲道理的时候 你讲什么道理都是对的 不想跟你讲道理的时候 你什么道理都是错的 哇 这个也是厉害 对不对 这个说的成功你真客 突然喧哗了 那找一个听我讲道理的人 你看没有 一般又说话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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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一个听我讲道理的女生 听她讲道理就可以了 而且还每天要买票去听 买票去 虽然说你喜欢就是 听你讲道理的女孩 但这只是一时的 真的如果她一直 就只是乖乖听你讲道理 你也会觉得很无趣 你会去找别的 真的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首先你也不能 男生真的都是口是心 因为首先你不是算命的 你不知道她未来会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她说的你服吗 说的你服吗 不 不知道 不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看 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都 就是组合搭配 有的人就是男生就是 会有互补吧 对 我很讲道理 那就可能这个女生 就特别爱听她讲道理 对 对 有这样的 王一博的意思就是说 未来一定会找一个 兴趣爱好各方面都互补的 王一博喜欢骑摩托 他会找一个修摩托的 是吧 快去学修摩托 对 找一个修摩托的 我叫她的 我会的 他们在说 我会议 对